我们早年学华严 教佛学院的时候 是在佛光山佛学院 那个院长是新云法司 他请我做教务主任 有一天我们几个老师在一起聊天 新云法司提出 华严经上 情欲无情 童缘种之 这个话怎么解释 我们的老师 过过相望 都没办法 情是有情 有情众生同言众志 好懂啊 无情是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坐一板凳 坐一板凳能成佛吗 这是无情众生 那个时候问我 我也说不出来 现在问我 我很容易答复他 答复他讲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他就成佛了 真的一点不假 就跟那个夏威夷 土著医疗的方法 他把他自己身体调缘好了 对方病就没有了 就这个道理 为什么 自他不二 静随心转 外面物质环境随心转 我们这个心 是佛知佛界 树木花草是佛知佛界 山河大地是佛知佛界 我今天讲这个话 常常听经的人 我相信他能懂 你不要认为无情 他没有知觉 错了 无情有知觉 谁 你看 他认识字 他会看 会听 懂得人的意思 坐一板的也懂得 没有一样东西不懂的 感应到脚 如果他又不懂 他怎么能随着人的念头来转 静随心转 静 他会看 会听 懂得人的意思 就叫无情众生 我们转了 他就转了 他跟着我们转 华语见识 这一句 我们就解开了 四十多年 初修佛的阶段 解不开 不晓得有这么个道理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你能不能解开 你能不能解开